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但張家宇知道啊 她還說勾她魂呢 勾她魂 啊 張家宇說 說我的貓勾了她的魂 張家宇連貓都可以勾她的魂 太沒出息了吧 就 這個話 啊 什麼都因為什麼 對 因為這個話題 那從我的話就不用說了吧 就是誰家貓最受歡迎的 我要是不說養土圖的話 回去要半夜要被養土圖撈的 那從新聞開始吧 誰家貓比較受歡迎 我不知道那個是誰 是家愛的嗎 前輩的嗎 楊土圖最受歡迎 對不起 最近有點忙碌 反應有點慢 世界上怎麼可能有比楊土圖更可愛的貓呢 對 你說的 誰說的 出去 好啦 不 不 就是不威脅你了 但真的就是 看她長大以後我還沒有看過真貓 我上次看到還是她小時候 就是那個無辜臉 楊土圖嗎 對 就是她 她小時候不是很調皮嗎 她就是那種 她現在變成死人臉 她就是很無辜的看 真的嗎 她現在就是非常的面無 就是 就是有一種 你欠她兩百萬的感覺 她怎麼這樣 以前都是 都是那種 對 就是幹錯事了 但是 我幹錯了嗎 就這種感覺 她現在是 我幹錯了嗎 很甩你知道吧 阿威呢 我當時聽說楊土圖把誰給壓了 蛤 蛤 蛤 是嗎 是楊土圖嗎 把誰給壓了 把誰給 壓的貓 蛤 蛤 請你不要攻人在台上 蛤 不是楊土圖嗎 我懷疑你 沒有沒有 並且我有證據 阿 我真的在後台聽到了 但是我想記不太清了 哎 反正現在 貓在秋天都挺有愛的 沒有 沒有沒有 欸 楊土圖很慫的 就是楊土圖是那種 可以被那種 三個月小奶貓 摁在地上打的那種 你知道嗎 是她被人摁打 摁了吧 對 你可能聽錯了 哎呀 這給出息 隨我隨我 你是說 摁在地上打呀 我以為是 好 我要說兩位這麼厲害啊 你是真心的 楊土圖厲害 真心的覺得楊土圖很受歡迎 對嗎 這場面話 場面話 來吧 李昭 我敢說別的嗎 你敢 我也得回去 我晚上也得睡覺 除了喵星人 汪星人也很可愛 要加入這個嗎 我覺得我們中心的話 可能養狗的沒有幾個 所以 基本上沒有 就養在中心的沒有 對 我們中心是個大型貓社嘛 然後 有 新聞的狗 算是 不用強迫 不用強迫 回去還要好好生活 你們倆 好的 羊土圖 我的話 那個 羊土圖吧 但是 沒必要看我一眼的啦 兩人剛剛 羊土圖 那個一眼 精髓 但之前去那個 瑤瑤的房間 哦 他的那個貓也挺可愛的 也可愛 可以和你們家的貓 他們還開微博了 你們圖子有微博嗎 他 人氣不夠 人氣不夠 可以了可以的 進行起來 好回去進行起來 進行起來 你覺得羊妖貓可愛 是嗎 你的更可愛吧 不必這樣 真的真的 住對門的也是有修正欲的 但是羊土圖好喜歡你的房間 對 可能你不知道 可能你不知道 對 就是他每次 我們房間 門一打開 他就 等一下就穿進你的房間裡 就有一次 你好像去洗衣服了 就有一次 我在門口 就是我整理 猕猴桃的那一次 然後你不是有 你媽媽去洗衣服嗎 然後門沒關 他就進去了 然後被我們抓住了 攔截住了 但他特別 就感覺好像 對你的房間很熟悉的樣子 哦 可能什麼時候 偷偷進過 男人的房間裡有獨特的香味 吸引著他 沒事 下次抱抱他 好 王嘉玲兒 不不不 我還要說我們家的狗 最可愛 好 王嘉玲也要說我家的狗最可愛 好 好 你家狗可愛 我家 我家貓吧 我家雖然有貓 但是我家貓吧 肯定沒有羊土圖可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貓見不到 摸不著 羊土圖就是 經常我出門接個水 就聽到水水他們那邊喊 羊土圖 我就回頭說阿姨愛你哦 你真的很像那種隔鄰居家的怪阿姨 真的 真的 我递到機會 我就戳羊土圖 我們房間就回中心的時候 不是所有人都從那個電梯口走過去 然後他路過我們房門的時候 看到我們開著門 然後羊土圖在裡面就一張 像無辜脈吧 對 像無辜脈 然後他也 嘖 不 他好像有一種很不想在你們房間待的感覺 你懂嗎 就一待一個地方待久了怎麼辦 就是想要 對阿 出去也也 就进去了 就还想出来 然后你家呢 不是你呢 什么 你觉得谁家猫 这猫嘛 就是什么吧 我其实在中心 就是这么巧的猫 在中心其实不太出门 然后我也 其实我知道 听过很多猫的名字 然后但我都不认识它们 就是我 就是见到猫 我会怕的 就是那种 我们俩不认识 然后我要开头 先说个你好 就自我介绍一下那种 就是我真的不认识它 然后就比较害怕 然后就是在中心里的话 就是我真的不认识其他猫 我只认识养图 然后就这不巧了吗 然后就是 然后但是呢 我就是我自己吧 我觉得我自己 有一个假想猫 虽然我现在没有猫 我以后有假想猫 我觉得它一定会 很受人欢迎 因为我的猫 它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叫Top 所以 对 所以我觉得它以后 一定会很受人欢迎 就是很期待 你呢 我 我喜欢 就之前有在 水水的朋友圈 看到它 发了一条 发了一张照片 就是在洗衣房看到的一只猫 就是一只美短的照片 就是是哪只 是谁的猫来着 好像是 是陈俊宇的猫 陈俊宇的猫 陈俊宇的猫 家的华哥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心 是个大型猫舍 然后就是时不时 就会看到那种出逃的猫 然后那天 然后那天半夜 就是刚好在准备 练生日公园舞蹈的时候 在二楼 然后就看到一只猫 这样子 敲敲地在门口 然后 然后我就想说 是谁家的猫吗 因为我们那个 我们中心还是会 就是有窗可以泡出去 我想说帮它逮一下 结果那猫可凶了 就一直 然后超凶超 但是还长得很可爱 我觉得美短特别可爱 然后我当时 我还以为是九迷 没想到是陈俊宇这样的猫 然后就我还特别喜欢 那种斯芬克斯 就那种无毛的猫 虽然可能看上去有点可怕 但是摸起来就还挺 挺就是 就还挺好玩的 也不是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MC话题 终结一下就是 大家因为求生欲 都说了杨兔兔 那我不喜欢杨兔兔了 我喜欢杨兔兔的夜行的黑猫 我也喜欢杨兔兔 倒是不必了啦 真的是 好了好了 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 让大家早点回家 我们今天就 快点结束我们的NC 然后进行精彩的表演吧 那么接下来欣赏 精彩的公演曲吧 耶 耶 谢谢 bigger 这 Daniel 突然结束 有点